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和我家產生,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蒸眼部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病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今天網台街等等都有一句話,都在說 咦,久違了的梁仲幸,他先那一輪我們講講,他出來的 接受美國的傳媒採訪 就說自己弄了一個新組織、庇護中心等等 還弄了一個網頁 大家都知道那個網頁是人都弄到的 結果,新近日是被人招了 下架,咦,再沒辦法籌款? 他自己也說,當然是遭受迫害的那些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無緣無故被人下架呢? 喂,他已經去到美國那裡了 在華盛頓搞NGO的了嘛 是啊,自由的角度 言論自由嘛 這個自由角度,究竟他做了什麼呢? 哈哈,其實那幾天之前,接受了一個訪問 就已經露了底,說給別人聽他傻傻的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怕他會引起世界大戰 這個人會引起世界大戰,所以要封印了他的網頁 因為他會引起世界大戰,他會引起世界大戰 到底他講了什麼呢? 在這個訪問裡面做了什麼呢? 我們今天這一刻就跟大家說 是,原聲還原,是嗎? 正 是啊 好啦,只有BC有勞,你還問那個 我就回答那個 我們說明這個訪問,我們是原聲還原 即是不會,大家聽一下自有定論 我們不會在整個Q&A,即是問答環節 加自己的東西 因為呢 沒有評論而已,頂了 沒有評論而已 哈哈哈哈 好啦 好啦 那 還有 這個裡面是有節錄的,全部都是節錄的 因為我不行 是 逐言逐句都說出來 有些廢話,我們也免得影響聽眾的時間 芒友的時間寶貴 好,第一個問題已經很尖銳 哇,爸爸又肥了 為什麼呀 為什麼 第一,這裡天氣好 還有這裡的食物 那些這樣的,大家都知道高脂肪 不肥不行,是不是 啊 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好吃好煮 說句老實話 那 就是天天吃麥記 一天三餐麥當勞 不是就煙肉蛋漢堡 可能不是那麼差的 可能 哎呀 美國,龍蝦吃得多 啊 芝士國龍蝦都很油膩的 雖然龍蝦都是高蛋白 但是,加芝士 啊 還有 哇,薄 哎呀 吃不慣 吃不慣 很容易像你那樣的 好像你那樣的 好像你那樣肥 又不是很肥 就是比起原來 因為以前大家記得 他們 我引述 有些人叫做油雞猴 當然油雞就是指這個 油胃精,猴猴指他 現在是猴猴了 現在是猩猩王 那第二條問題 最近 忙些什麼 沒什麼 去見一下國會議員 去國務院 見一下那些代表員工 跟他們更新一下 我們幫手足的情況 那當然是搞國際線 去獲得他們的支持 哦,這樣嗎? 搞NGO就是為了這樣 網上搞也可以 另外呢 還有一個問題問問你 巴志奧 為什麼 你要定居去華盛頓 去華盛頓定居 哦,很簡單 因為他這樣回答 自從2016年之後 國安法定立之前 我發現很多人跟蹤我 所以我就整整雞著草 那當然 很多人會想 最熱門的地方 BNO祖國 但是 我都打聽過了 要分工合作的嘛 那裡已經有了人了 那我就唯有去一下 華盛頓去一下美國 去美國要做這些國際線 當然去華盛頓 是不是? 哎呀 真是好笑 老實說 就是不夠羅冠聰爭食 我們都說過許智峰也是 是啊 羅冠聰真是有一手 獨霸天下 那他最出名的那個 華盛頓定居英國 於是就 踢走你 誰來跟我爭飯吃 滾 哇,許智峰一看到他那些 總統霸氣 馬上穿燥 武鞋玩劇 跑去澳洲 哇 這個 黃台洋躲在北角 不敢回來 更加 旺論的士倆 的士倆只會搭的士 不是開的士 真是 獨霸英國 很厲害 不可以說不服他 有些手段 嗯 另外 怎麼樣 生活習不習慣 在這裏 在那裏 習不習慣 好 好了 他說習不習慣 這位的士倆是這樣玩的 當然沒有問題 附近有很多商場的 又有Unico 又有H&M 但是很少香港人咯 頂擾三十至五十個同志咯 當然啦 有些香港人 不適合談的 他們認為是建制派那些 那當然不見啦 怎麼也有三十至五十個 的同志會見到的 哦 因為其實呢 說回來 DC也有很多網友 當然我們網友 不是他的同道中人 好了 有一條問題啦 有沒有聯繫啊 羅冠聰 他們有沒有聯繫啊 其實呢 上次走 我都靜悄悄地走 很少人知道的 我問一下 其實我會去 略略打聽一下的 就跟這個羅冠聰問一下 許智峯問一下 看看他們躲在哪裏 他們躲在那裏 我就不敢過去咯 那無謂 而且我走的時候 都靜靜悄悄 不想連累家人的嘛 那老實說 對上一次聯絡他們 就是那個 約章的時候 就聯絡過了 到現在的了 哦 這樣 就是有約章 叫在一起就買咯 沒有咯 就畫地 各自找食咯 做這個豬喉 是吧 是啊 真的做豬喉 是啊 那再問一個問題 情緒上啊 我用紙巾 學一下他 好可憐 情緒上 知不支持得住啊 情緒上 是有點困擾的 不過 我是不停地提醒自己 一個幸運的人 至少被泛民那47人好運 他們現在被人抓了 是吧 我自己已經囚了六親的了 唯有未免聯繫家人 不過這樣想就等於半杯水了 就是 我可以放盡些去做很多 達成理想的事 相信早日一日 我們會回去香港的 啊啊啊啊 哎呦 斷六親 其實 你自己選擇的 還有他說 比47人好運 哇 頂你啊 如果是那47人 還有他支持者 是不是會 握緊雙拳啊 加燦 當然 是啊 你跟許智峰和萝卜聰一樣 早走了半年 無神光釋 對 我們捐了多少錢給你 給了多少錢給你 給了多少錢給你 是不是 給了多少錢 你吃了多少錢 吃了我們多少錢 你現在說走就走 所以 還要讓我幸運 隨著 那還有一條問題 那你 看什麼時候才會成功啊 嘩 這句大家聽到 不要笑 依我看 三至五年 跟那些人說什麼五年上司一樣 嘩 大家 不要以為 真是沒有可能 覺得很灰 因為 其實現在 中國 所作所為 惹到西方 很不滿 當然 除了紐西蘭之外 四眼 都很不滿 中國 未來勢必 會有一個大衝突 說不定會有台海戰爭的 我們現在面對的 不過是黎明前的黑暗 現代戰爭 絕對不像 靠飛機大炮的 到時一打完這場仗 我們就可以 江霍江江了 嘩 真是瘋得潮魂 說真的 到時報底見 是吧 真是小事 報底見 港督府見 不是港督 這個 特首府見 李賓府 是吧 是李賓府見 報底見 就是什麼 美國很多海底撈 去那裡 報底見 到時不要被人看到 原來中國火鍋這麼好吃 天天去 吃不習慣西餐 吃點好東西 是吧 三至五年 你都說得出台海戰爭 你都說得出 真是 不過呢 要困人 當然要困大一點 怎麼都要多說兩句 困一下 如果不是 怎麼騙多三至五年的錢 難道我告訴別人 漫長的等待 這場是長期的戰爭 大家繼續等待 支持我 他要賺快錢 當然是三至五年 沒錯 因為太久的話 人家會遺忘他 好了 另外一條 再一條 十九病毒對中國的影響 你怎麼看 好 就這樣說 現在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肯定是和中國有關 現在其實有兩個可能 第一 是中國隱瞞氣蹟 欺騙世衛 第二 是中國全心這樣做的 目的就是 對全世界的生化襲擊 嘩 所以西方一定要中國賣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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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好了 另外一個問題 你怎麼看 美國的改變 溫和民主派的轉變 你又怎麼看 《望國報》之後 我們有原罪 因為我們有一個看法 很多人以為我們是壞人 但是現在看看 香港就像西藏和維吾爾人一樣 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要權 所以我們才被政府打 嘩 你們要權 丟棄油彈 嘩 所以有個彈子是 和我權 又怎樣 我都不明白 還有西藏和維吾爾人不好嗎 現在多好 生活得多好 是嗎 還有 不要假裝香港的人 你們走了之後 好了很多 沒錯 沒有那麼多人坐 沒有那麼瘋 沒有那麼多人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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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消失的 浪費了 警察都會查自己人 很認真地查的 警察犯事都是被人拘捕的 這傢伙 好 另外一件事 你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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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他現在說的事情 根本 都不是現實 都沒有事實的根據 如果警察 真的打壓你 那就是什麼 你的家人 都應該是會 無一幸免的 就算你 叫做 斷落親 應該都搞了你的家人 有沒有 沒有 激權政府 警察國家 什麼都做 是吧 但是 好像你的前戰友 尤惠晶 都可以嫁人 嫁那個人 有沒有打壓他 搞到他 過不了日子 又好像沒有 是吧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國安法之後 溫和民主派 和勇武派的關係 你怎麼看 大家回憶一下 2016年旺角暴動之後 我們 給別人標籤 但是現在 國安法之後 我們這個泛民和勇武派 其實 大家看看2019年 不割席 就是最大的共識 是不是 所以 以後無論如何 我們都會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要趁這段時間 黎明前的黑暗這段時間 將來一定會打仗 我們所以就要 主促一下我們的能力 包括 財力 人脈 和國際的關係 最重要是 最重要是財力 最重要是 不要那麼大聲 真的 不好意思 到時候 我們這班離散的民族 就會有力量 舉起起旗回來香港 煲底劍 真是好笑 最重要是財力 老實說 賺快錢 不然 3至5年 光復香港 世界大戰 台虛危機 真是厲害 你 真是厲害 那麼 財力 會不會到時 再給阿堅叔 你契義 這個不是他問題 下一條問題 就是我問的 不是 是 是那個 主持人問的 就是 對了 那留在香港的人 你 對他們有什麼建議 你這樣問這些 真是 我已經被人罵了 因為我是走路 都在一個和太平的地方 去說這些話 我建議大家記住 保持原則 例如一定要去撐黃店 找些同志 這樣就不會覺得孤單 當你上班的時候 的老闆 原來是從中國內地做生意的 他叫你做事的 寫一些簽名的 你就衡量過 一定要保持原則 沒什麼就跟同事 聊聊聊聊這些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同志 是不是 這樣就不會這麼孤單 2016年被人DQ的時候 我們做什麼議題都做不到的 好廢 好失敗 但是看看2019年 反修例這件事 那些香港人大家自發全部站出來 不用叫都做 我派街站的時候 那些人來問我有沒有文宣 幫我派 對 所以要相信 我們所努力 過的日子都不會白費 當時間來到之後 就一定可以成功的 難怪我立此串招 嗯 嘩 你真是 當日 反修例出來 他在那裡 反修例風波 其實他不是走得很前 撐他 是呀 菠蘿雞在那裡撐 一看到就撐一下 還打電話給阿貴 是呀 一美夠膽 一美靠撐 菠蘿雞 你這傢伙 是呀 痴下痴下 就搞死香港 那另外呢 2016年 他開口2016 埋口2016 就是他被人DQ 那些東西 搞壞就是他來的 他和梁鐵夏 好啦 下個問題都很尖銳 那主持人怎樣問 你怎樣看梁天琦 嘩 很多人呢 就認為他呢 代表了這個勇武 仇恨港獨呢 仇視香港內地人 歧視內地人呢 很可惜 一直到他蹲了牢 才升到上神台 很多人支持他 啊 香港呀 這個地方 一定要有人犧牲 才可以得到認同的 有人犧牲才是 號召感染到其他人出來的 好像黃之鋒那樣 當日他一個中學生站出來 我們就撐他咯 那是不應該的 為什麼一定要有人犧牲才可以出來 才得到認同呢 這句又是令到梁天琦的支持者 拳頭都硬了 還有黃之鋒 還有黃之鋒 坐牢才上神台 你說神台 是不是神化了他 是否等於 黑麵來說 你們在吃人血饅頭 所以捧他上神台 當然 這還不用說 沒錯 你都坐過牢 你都走了老 有什麼好說 大家走了老 搞搞NGO 是不是 威威了 其實他說 下次如果我想回來做一番事業 不要放我上神台真的行 要坐牢才行 我又不想坐牢 但是又想做議事 是不是 又想做議員 有沒有這麼好 有沒有這麼辦法呢 可能他其實這番說話就是這樣想 好了 另外一個就是 有些人就爆了 就是之前說柳惠晶 其實跟他一起過 這個問題都很尖銳 你怎樣看柳惠晶 哦 虧染了他的 會呀 他自己過得安穩就好 當日我老點了他 出來選 選完區議員 就說可以更進一步 那就選立法會議員 結果一幕被人DQ了 搞成現在這樣了 結果覺得安穩就好了 哎呀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哇 情深的一句 他都穿了草了 當然要扮一下情深 不過看見他的樣子 就是一個老千樣 之後又一個頗尖銳的問題 612 有什麼搞錯呀 我要在這裡做到 香港人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615 616 我會去見 一個議員 告訴他們 我們會做些什麼 美國那些 當然是 還要告訴全世界人 他們有個伴 然後 我大約就會去見一下 香港 在美國 在加拿大的 所有組織的領導人 當然 我不是想做主席 我只有幾十丁有 之後我們就會準備去搞壇大的 就是要搞這個杯葛 2022年北京奧運會 因為現在 中國就好像當日希特拉一樣 納粹黨一樣搞奧運 如果你所有國家都去奧運會 就好像捧希特拉上神台 過了幾年就會有世界大戰 所以我們一定會這樣做的 吹了沒有 嘔吐血 世界大戰 你想想一個這樣的神經室上的人 開頭 他就說 我很希望這個世界大戰 在台海戰爭 我們黃人可以上來 然後就說 叫人杯葛北京奧運 要不然就會有世界大戰 究竟你是想怎樣 我聽不明白 他邏輯何在 真心說 不要緊 無暴邏輯就是他們最大的邏輯 我已經截錄得很重要 因為全座訪問大約四十幾分鐘 聽到我 你不是啊 你不是有病啊 你竟然想世界大戰 所以 最後他的NGO組織 那個網頁被人絕了 他自己又可能 不過也有一個可能 他自己說自己的NGO組織網頁被人絕了 是不是 然後引起一些轟動 可能有多些人捐錢 這件事是不得已知的 最重要是要 處足財力 人物 和國際線 這個人 這個人 住都住得好過人 真是 做NGO 慢慢賺錢 唉 哈哈哈哈 總之 他都幾高大 好像差不多 一米八幾米九 那有時間吃 身材高大 慢慢賺 慢慢賺 我不會祝他好運 哈哈 說一句 不過聽起來真的得淡笑 那就好了 我們就講到這裡 回來再會講幾個話題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